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这个第六圈 这一整圈给它勾好了 那么从第七圈开始呢 我们就重复勾 第六圈的勾法就可以了 不用加针,不用减针 每一圈都这样来勾 就是一个外勾长针 然后呢,三个普通的长针 大家看一下 这是第七圈 先勾好一个外勾长针 做好标记 然后呢,在外勾长针 和第一针之间的位置穿针 勾上三个普通的长针 这样就可以了 一个外勾长针,三个普通的长针 然后一个外勾长针 外勾长针永远是对应着 勾外勾长针 然后呢,三个普通的长针 我们就按这个方法呢 一直这样勾下去就可以了 从帽顶这个地方开始测量 我们总共是勾14到15厘米 这样一个长度就可以了 因为接下来呢 我们需要换色 再勾上一圈的花形 如果大家不换色的话呢 就可以一直勾到16到17厘米 这样一个长度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好,大家看一下 我们就这样不加针不减针 就这样一直勾下来了 从帽顶这个地方开始测量 那么这个长度呢 是在14到15厘米这样一个长度 如果大家不换色的话呢 可以一直勾到16到17厘米 我们数一下勾了多少行 我是勾了16圈的这样一个圈数 那么勾好之后 接下来让我们来换色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还差最后的三个普通长针没有勾 第一针 第二针 然后呢 我们勾第三针 穿针 把线勾住 拉过来 先并一次针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就在最后一次并针的这个地方呢 提前换色 大家看一下 直接用勾针 把线勾住 大家看一下 直接用勾针 把这个新的颜色线 这样勾住 带过来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把这个浅色的线尾 和这个主色这根线呢 这样绑一个线圈 这样固定一下 然后呢 再绑一次 固定好 这样不会脱落 那么主色放在一边 不用管它 不用剪掉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用这个浅色线 勾一圈的花形 方法呢 还是没有发生变化 大家看一下 还是先勾 一个外勾长针 然后呢 三个普通的长针 还是按照这个方法 去勾就可以了 一个外勾长针 三个普通的长针 这样勾一整圈 那么勾好之后呢 再换成主色 再勾好一圈 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 把这圈浅色的 给它勾好 然后呢 再换成主色 再勾好一圈 大家跟着我 把这两圈 全部勾好 勾法是一样的 没有发生变化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用这个浅色线 勾好了一整圈 然后呢 会换成深色线 又勾了一圈 那么我们 把这个线呢 给它处理一下 把这个浅色线 直接剪断 可以把这两根线呢 打一个线结 绑在一起 然后呢 把这个线呢 可以稍微藏一下 稍微剪短一点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火机 烧一下 固定在这个地方 这样就可以了 那么到这里为止呢 我们这个帽衫部分 就算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再勾呢 就是帽沿的部分了 帽沿部分呢 我们需要继续进行加针 我们来看一下 帽沿部分的勾法 那么接下来 我们继续勾 帽沿部分的第一圈 我们需要给它加针 首先呢 第一针不发生变化 外勾长针 永远对应勾外勾长针 然后呢 把这个标记移上来 加针的地方 大家看一下 还是在第一个 外勾长针 和第一个普通长针之间 在这个空隙处呢 勾上四个长针 就可以了 我们这个加针的方法呢 非常的简单 由原来的三针 变成四个长针 等于是加了一针 一针 两针 三针 四针 好 这样就加针完成了 由三针变成四针 然后呢 外勾长针 不发生变化 还是对应勾 外勾长针 然后 勾上一个四针的普通长针 我们这个帽沿部分 这个加针呢 非常的简单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帽沿部分 第一圈就这样来勾就可以了 一个外勾长针 然后呢 四个长针 就这样勾一整圈 然后呢 帽沿部分第二圈呢 不加针 还是勾上一个外勾长针 然后呢 四个长针就可以了 然后第三圈呢 继续加针 我们就勾一个外勾长针 然后呢 把这四个长针呢 变成五针就可以了 一个外勾长针 然后呢 五个普通的长针 然后第四圈呢 不加针 不减针 就是说和第三圈的勾法是一样的 那么第五圈呢 我们就是按照 一个外勾长针 然后呢 勾六个普通的长针 然后呢 第六圈呢 我们就是不加针 不减针 还是一个外勾长针 六个普通的长针 第七圈呢 变成一个外勾长针 然后呢 变成七个长针就可以了 帽沿部分呢 总共是勾七圈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 把这帽沿部分 这一部分呢 全部勾好就可以了 接下来呢 节目们跟着我来勾一下帽沿部分 好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帽沿部分的七圈就勾好了 第一圈呢 第一圈呢 是四个长针 然后第二圈四个长针 第三圈变成五个长针 然后第四圈是五个长针 第五圈呢 变成六个长针 然后第六圈呢 还是六个长针 第七圈就变成七个长针就可以了 总共是勾着七圈 那么把这七圈勾好之后呢 我们这帽沿部分也就完成了 然后把先拉长 我们来连接一下 大家看一下 我们把第一个外勾长针针眼 给它跳开 我们从第二个长针针眼的位置穿针 然后呢 在最后的一个长针针眼 挑它的后半针 连同下面的小线圈 这样一统穿过去 通过缝合呢 我们会形成一个新的针眼 扣在第一个长针针眼上面 这样就连接好了 G2扣可以取下来了 然后呢 在内侧呢 我们再把这线尾的部分 给它藏一藏 然后长的部分直接剪断 还是用这个打火机烧一下 固定住就可以了 大家看一下 我们这个帽子主体部分就完成了 非常好看的一个螺旋花形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勾下这个帽花的部分 首先我们来起针 我们是用环形的起针方法来起针的 把线绕手指一圈 拿下来 左手把线搭好 换左手捏入这个地方 勾针穿进来 然后把线绕住 拉过来 然后绕住线拉过这个小线圈 这是一个变子针 作为短针的起力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在圆里面勾出十个短针 大家看一下 穿针 勾住线拉过来 两个线圈并在一起 这就是一个短针 然后接下来 我们继续勾短针 穿针 勾住线拉过来 然后呢并在一起 这个是第二针 第三针 第四针 第五针 第六针 第七针 第八针 第九针 第十针 总共试勾好 十个短针就可以了 把线尾用力拉紧 麻花部分第一圈就完成了 然后呢 我们来连接一下 就在第一个短针针眼里面穿针 线尾横在上面 勾住线拉过来 然后呢 然后呢 带到后面线圈 勾有引拔针这样连接好就可以了 然后接下来我们继续勾第二圈 我们先勾四个辫子针 这四个辫子针呢 是一个鱼网针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空开这个第二针 从第三针里面穿针 勾上一个引拔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然后呢 带到后面线圈 第一个余网针就完成了 继续这个过程 四个辫子针 然后空开一针 从下一针里面穿针 勾有引拔针 连接一下 然后四个辫子针 空开一针 从下一针里面穿针 连接一下 总共是勾出五个这样的余网针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来勾一下 那么第五个余网针勾好之后呢 我们就在最开始的 第一个针眼里面穿针 把线勾住拉过来 然后呢 带到后面线圈 这样连接好 然后第二圈就完成了 然后接下来呢 我们继续勾第三圈 第三圈我们需要勾花瓣的部分了 我们在第一个余网针上面穿针 大家看一下 穿针先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呢 勾上一个中长针 大家看一下中长针的勾法 绕住线 穿针进去 把线勾住拉过来 直接把三个线圈并在一起就可以了 比长针呢 少一个步骤 直接把三针并一针 这是一个中长针 然后接下来呢 是五个长针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长针 然后第二个长针 第三个长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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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个长针 第五个长针 然后一个中长针 最后呢 一个短针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花针 就完成了 按照相同的方法 把后面四个花针 全部勾好就可以了 直接过渡到第二个鱼网针 勾上一个短针 然后一个中长针 接下来五个长针 再一个中长针 再一个短针就可以了 大家跟着我呢 把这五个花针 全部给它勾好 方法是一样的 过去 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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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